看守所是用来看住犯人的 但是呢 男投看守所的替代一男 却反而变成了犯罪的人了 不但在超商里面顺手牵羊啊 偷打火机啊 甚至还骗女孩子到看守所里面去雄暴 甚至还性骚扰 现在这两个自己都管不住的替代一男 通通被记过处分 身材壮瘦的男子结完账 提起行李准备离开超商 但这么一转身 竟然就把门口的打火机顺手偷走 这时候就是在伸手拿那个打火机 越说越生气 店家把监视器画面交给警方调查 赫然发现他就是不到100公尺外 男投看守所的替代一男 替代一男 有事情要说 要叫他打三天 结果人在看守所里面的时候 替代一男 所以通通被拔来要沾 真的很夸张 男投看守所的替代一男 光是去年10月和12月 一共出包了两次 邻居抱怨丝毫没有 纪律可言 在我们的会客室 有亲友来会客室 那至于他是把他带到 那个三楼的会议室 所以这个部分才有 直言被存储的部分 替代一男因为不同原因 已经不需要日晒雨淋超练 现在不但涉嫌性骚扰又偷东西 专门看管犯人的看守所 却连自己人也都看不好 真的把脸丢光了 中天新闻周大祥 黄讯阳南投参谋岛